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连夜狂奔千里 直到将其押解到临安政法 这一年 他才二十三岁 撞碎经其永万夫 锦掺突其渡江出 燕冰叶醋淫葫芦 汉剑朝飞经蒲菇 这样的神素英勇和果断 庞佛是从金庸小说飞出来的大侠 然而这并无夸张 他就是外号青似的星气集 在我们大家的固有印象中 星气集是豪放派的代表词人 是能万人军中取敌人首级的大英雄 大豪杰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心爱的人面前 硬和猛男星气集 同样会展现自己无比柔情 暖男的一面 百炼钢 亦可化作绕纸柔 只要那人是你 不能相见 就用情书记相思 又到一年中秋时 已投奔南宋朝廷的星气集 因为主战姿态 遭到了不少人的排斥 再次被迁到了外地 这已经是他这一年中 接到的第三次吊任了 平凡的吊任 让他无法时刻 将妻儿带在身边 豪气如他 也难以忍受此般平凡的分离 他登上楼 云开月初 月色如水般倾泻 秋风吹过 一阵凉意顿生 他的眼前 又浮现出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光 那还是1166年 星气集26岁 投奔南宋以来 他发现抗金无路 苦闷异常 而且自己作为归正人 南宋蜀地 对北方沦陷领土南下 投奔之人的灭称 空有一身英雄气 也没几个人敢嫁 同为归正人的范邦彦 却看上了这个好女婿 经常找他吃饭喝酒 一日推杯换展之后 星气集在院子散步行酒 只见一位停停鸟鸟的女子 正在凉亭中写字 边写边念叨楚天千里青秋 水随天去秋无际 星气集没忍住街道修说 如鱼勘快 静西风 既阴归位 听到这儿 女子差一地停下手中的笔 抬起头 正与她四目相对 瞬间羞红了脸 赶紧扔下笔跑开 回想起初见的这一幕 星气急忍不住对着月亮笑了 后来 她才知道 那位就是范家小姐范如玉 很快 她就很幸运地 娶到了这位女子 成婚以后 两人情色和鸣 一起唱词 一起出游 一起在不顺的生活里 找到了很多小缺陷 过去的每一幕 都触动到了她心底 最柔软的那一角 让今日的月色 显得格外清冷 在她看来 爱就要表达出来 于是 星气急在这个中秋之夜 提笔为妻子写下一封情书 满江红 中秋纪远 快上西楼 怕天放 浮云遮月 但换取 欲先横迪 一声吹炼 谁做冰狐服事件 罪怜欲腐休事件 问嫦娥 孤冷有仇无 阴华发 云夜满 穷悲华 长袖起 清歌夜 探时长八九 欲魔还缺 若得长缘如此夜 人情未必看成别 把从前 离恨总成欢 归时说 要是天上的嫦娥 能和她一样深情 恐怕也平添了许多白发了吧 家有嫌妻 我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大约是在星气急47岁那年 她因被亡令弹劾 而落职隐居于上饶 已是第五个年头了 难归并没有让星气急 从此一展宏图 反而走到哪里 就被打压到哪里 这种一腔热血 却报国无门的无奈与苦闷 令她常年只能戒酒交仇 昨夜松边最道 问松我最何如 只一松动要来服 以手推松约去 酒醒之后 星气急觉得自己 又破戒了 心怀一丝羞愧 于是故意跟妻子调侃打去 可是又忍不住五六五 越来越疼的胃 酒是个好东西 可是你这身体 经不住你天天这样折腾呀 范夫人苦笑着过来安抚她 星气急站起来 走到桌前把酒杯一摔 夫人你说得对 我发誓 再喝我就是真犀牛 范夫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暗自心想 还发誓 我看你是发舞吧 果然 又一天 星气急再次喝得东倒西歪了 边走还在边自言自语 高谈阔论 惹得路边的顽童 各个拍着小手笑话她 直到侍从们七手八脚地 把她抬回了家中 等她迷迷糊糊地醒来 她发现 怎么这个温馨的地方 又陌生又熟悉呢 我的个老天 她亮腔着走到窗边 只见绿色的窗纱上 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条 桌上 椅子上 甚至连茶壶上都有 她好奇地一一查看 居然全部都是 劝酒的失货小令 读着读着 她忍不住大笑 看到那些秀丽的字体 她一下子明白 这是妻子的良苦用心 星气急不禁暗自赞叹 这夫人真是聪明 晓得直接骂人这一套 是不管用的 这一张张暖心的纸条 真是将了自己一军 叫人看了诗又感动 又不忍心不去遵守 要是有手机 这绝对要拍照发朋友圈的 有妻如此 夫妇何求 深受震撼的她 决心用自己的妙笔来记录 于是 星气急挥笔写下 定风波 大罪归自葛元 家人有痛颖之见 故书于毙 昨夜山公导宰归 儿童音效 罪如你 事与浮头魂未醒 修问 梦魂游在葛家溪 千古醉香来网路 知处 温柔东盼白云溪 起向绿窗高处看 提变 刘灵园自有嫌妻 妻子看到了她的留言回复 不由得玩耳 从此 两人感情更胜以往 无论年岁如何变迁 你在我心里 依旧最美 罪是人间留不住 竹言辞 竟花辞数 1189年 这已经是他们结婚的第23个年头 转眼间 星气急和妻子都已经50岁了 纵然她还是那么温婉 但阻挡不了病脚 悄悄多了数根白发 也阻挡不了 时光在眼角悄悄留下的细纹 这天 两人在湖边同伴寿宴 星气急突然神秘地告诉妻子 自己为她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范氏一脸好奇地打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原来里面藏着是丈夫为她藏着的一首词 她轻轻打开 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 唤兮杀 寿内子 寿酒同珍喜有余 朱颜却对白姿虚 两人百岁恰成厨 婚嫁圣天儿女拜 平安平拆外家书 年年堂上寿星图 才读道朱颜却对白姿虚 范氏已经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但是这次流的泪是甜的 是共同历经岁月沧桑 仍被丈夫宠爱的甜 夫人你还是和当年一样美 而我却成了小老头罗 到了这把年纪 夫人依然是心中最美的西施 这情话也是说得无人能比了 我祝夫人年年有今日 年年都能收到儿女们报平安的书信 年年都能坐在高堂上 享受儿孙们的拜合 一项最爱钓书袋的星气急 这一次用了最质朴的语言 来传递最浓的爱 星气急作为硬核男神 已经是极品 难得还能存一颗柔软之心 这么懂得红老婆 欠和人换取 红金翠袖 问英雄嘞 据统计 星气急共留下六百多首词 其中有四百多首 是在上饶和范氏生活在一起时写的 星气急这一生 可于万人军中取敌人首级 如囊中探物 可以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当理想碰壁于残酷的现实 他亦可以珍惜眼前的红颜知己 来慰藉伤怀 可以选择到花香里说风年 听取蛙声一片 也正是这份可进可退的调和 让他一生刚强 而不至于力气满身 温柔暖心 而不至于消极沉沦 英国诗人 西格里夫·萨松 有一句名诗 In Me the Tiger Smith the Rose 于光中先生曾将其翻译为 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 人生原是战场 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住脚跟 在逆风里把握方向 人生又是幽谷 有强威才能竹影显幽 体贴入微 才能把生活过得淡定从容 过得幸福而有趣 愿我们都能找到这一平衡 愿你我都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